各位观众好 我们历史明镜节目新一期又开始了 我们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12月底啊 我们请张伯树教授 请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课作教授张伯树先生 给我们讲了一次新冷战 我们这次节目呢 就是接着上一次讲的往下谈 因为上次我给张伯树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张伯树先生呢就说把它分成两期 上一次呢就回答了三个问题 这一次呢咱们还是有三个问题 就上个世纪啊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 结局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红色阵营分崩利息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呢大获全胜 这个新冷战 就是张伯树先生说啊 从2012年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啊 就是新冷战开始了一个新冷战的格局 这个新冷战的双方的主要对手啊 就换成了中国和美国 那么中国呢 中国方面来讲的话呢 习近平早已说了四个自信 是吧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那就是说在这个冷战也好 叫冷战也好 叫竞赛也好 他认为他是能获胜的 而这个 有些人呢 尤其像海外的 有一些 尤其是民主人士 自由派人士 他就是根据这个 民主终究会战胜专制 从这个抽象的前提出发呢 就认为这次冷战 结局也跟上次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一定也是民主阵营在此胜利 红色帝国呢 将会惨败 那么是不是会这样呢 我们就想请张博树教授啊 给我们来讲一讲 博树教授您好 哎呀 王丽先生好 又见面了 好 我见面了 是 这个刚才您可能听到我这个开场白啊 就是想请您来给我们来 这个答疑解惑 指点迷津啊 就是冷战缠斗了几十年 四十多年 我们上次说了 四十六年 是吧 从1945年开始 1991年 以苏联惨败 解体 结束 西方阵营呢 获胜了 这个获胜呢 我开始问的那个 我 我事先给你提出那个问题啊 上次您已经说了 是吧 这个民主阵营获胜的标志是什么 标志就是苏联解体嘛 是吧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问题已经 已经回到了 但是下面最关键的问题是 新冷战 是不是一定会重复这个结果呢 是不是红色帝国就一定会重蹈覆辙呢 这个 我 我是心里没有底 尤其是看到这个 目前这个西方状况啊 中国的状况 西方的状况一比较的话呢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感觉到不一定有底 那么就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您的根据是什么 您的判断是什么 是 这个今天咱们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也是觉得您刚才提的问题啊 很重要 而且现在看来呢 似乎处在一个突出迷离的状态 要说呢 按照抽象的 说这个民主要战胜专制 这么一个大的道理 那么最后的话呢 今天的红色帝国的崛起 最终也免不了要失败的命运 我们事实上很多朋友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个民运界的朋友 他们往往是比较乐观的来看这个问题 但是就和您一样 是吧 我对这种乐观的话呢 总的来说是有所保留的 我虽然承认 就是说从大的历史演进的方向来看 或者说呢 从历史哲学的根本原则来看 那么人类未来的取向 人类未来的进步 这是不容置疑的 换句话说呢 文明总是会向前走的 这个世界历史的话呢 总还是逐渐的会走向一个 比较的好的一个未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我个人不赞成历史相对主义 但是我也不赞成宿命论 事情还是要靠我们的努力 另外的话呢 生成过程 这当然是一个哲学概念 我们今天不去详细展开它 简单来说呢 就是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一个世界现实 恐怕盲目的乐观 或者盲目的悲观 都是没有必要的 关键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脚踏实地的来分析 当今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 包括正在提出挑战的一方 和目前在应战的这一方 大体上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么如果按照这么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呢 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是 就是大的历史前景 我们应该是乐观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说 说这个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不是的 因为红色帝国自身的这个崛起 现在我觉得它仍然在上升当中 它还没有到那个拐点 它为什么还在上升当中 是有很多有助于它的条件 这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推行 现在我想首先先看看 就是您刚才提那个问题 这个冷战 前面那个这个这个二十世纪 那四十六年的冷战 它的那个背景 它的最后的结果 虽然说是民主胜利的 苏东垮台了 但是有一条 这个当年那个冷战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那个背景的话 回到那个年代的话 不断在主动挑战的 还真不是西方这边 反倒是 撒林这边 赫鲁晓夫这边 毛泽东这边 玻利日涅夫这边 就是传统冷战 那个年代 是东方集团其实不断的在看 对 当时我们唱的国际歌 就是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是吧 当时毛泽东 就是解放全人类 英德纳就那儿一定要实现 对 对 就是刚才说的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方 对 我记得这个文革期间 有一首歌叫做 东风吹一战鼓雷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对 记得吧 对 所以那个年代的话 主动挑战的一方 基本上是 东方共产主义阵营这边 美国和欧洲的话 当时反倒处在一种应对状态 他们的说法 就叫做遏制 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那显然扩张这方面是主动的 遏制这方面 实际上处在一种废 这当时的话 当时这个西方还有一个理论 叫多米诺骨牌吗 就是你在一个国家 当时他很怕这个东西 所以才有了这个美国家的不遗余力的 一定要在越南南方这挡住北约头 最后的话把美国人自己也拽进去 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就是说当时挑战的一方是共产党这一面 是整个东方集团这一面 但是最后为什么还失败呢 失败的话其实原因很多 从根本上来讲 当然这个就是说民主和专制 这一对矛盾 在现代人类已经达到的文明基础上 谁优谁略 这当时应该是清楚 而且在冷战那个年代的话 他有几对比较是特别鲜明的 这个华林雄你知道 一个是东西德之间的比较 对吧 东西德 西德发展的很好 东德就是经济上一塌糊涂 尽管东德在这个当时的金户会里面 还算不错的国家 但他和西德那是没法比的 然后这个南韩北韩之间的比较 这个北韩的话 60年代千里马运动似乎还不错 那当时后边有这个苏联在支持 中国也在支持 但是到了这个70年代以后 显然就越来越不行 这很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比较 台湾的话是亚洲四小龙 中国的话因为文革自己折腾 那在经济上的话 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那跟台湾总体上是没法相比 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些比较 这就让他们感到说 这个两种社会制度到底哪个更好 哪个不行 应该说一目了然 非常清楚 所以你尽管说这个东方集团 处在一种多多逼人的一种 主动进攻的态势 但是你是没有底气的 你是坚持不下来的 这个当时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当年无论是斯大林治下的苏联 还是毛泽东治下和中国 还是后来的这个赫鲁晓夫到 柏雷人练乎那个阶段的苏联 总体来说 他在这个作为一种政权 这个和这种意识形态 和这种社会制度 按照我们自由主义的这个立场 那当然它是一种20世纪的左翼级权主制度 这种制度的话呢 在冷战这个阶段 总的说它处在一种 比较昂扬 但是又比较粗糙 这个僵硬磁板 好像是为了它这个原教旨的话呢 这个这方面它变化比较少 就这么一种状态 或者我们套用今天有时候什么常用的 这个说法啊 我们也可以说50年代60年代 甚至到了70年代 那当时的苏东集团 那包括当时的苏联 也包括毛泽东年代的中国 那它的那种极权主义体制 基本上还是个1.08的极权主义体制 那这种体制的话呢 它实际上有很多自身的弱点 比如说它这个对内的话呢 它是残酷这样子 它是不允许任何意见存在的 另外在经济上的话呢 它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 它拒绝市场清晰 那个在高层的话呢 它处在一种 这个高层当然是一种 这个共产党所体制里边 所惯常的那种权力斗争 而且表现的比较激烈 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 整个这种1.0版的极权主义体制 它就显得比较有脆性 也比较死板 也比较僵硬 它在对外战略方面的话 它在那种似乎是过于鲜明的 但是又让人一眼就看透的 就那种东西 所谓世界革命 就那套东西 反倒的话呢 是它自己很容易被攻击 它自身的力量反倒不显得那么强 后来 80年的以后 中国也开始改革了 苏联的格尔巴乔夫上台以后 85年以后也开始改革了 这些改革本身就是基于 1.0版的极权主义体制 存在了太多的内部问题 那么它在外部的扩张 比如说像苏联在阿富汗的 这种动手 在非洲的扩张 中国对越南的教训 那这些东西其实最后 基本上都是无功而上的 这就是决定的话呢 到了20世纪80年代 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 这个1.0版的极权主义体制 越来越丧失人形 越来越没有内在的聚合力 越来越没有发展的潜力 越来越显得这个 气息 所以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西方坚持 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最后的话用实际 战胜了这个共产极权的 这样一套地式形态 那这方面当然 应该说美国人做得很漂亮 比如说他很成功的 他把二战前的和最大的那几个成全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日本 居然能够把他们改造成了 这个战后的民主国家 这个改造应该说是很成功的 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 扶持他们重新复兴 而且帮助他们在政治体制上 建构一个现代民主体制 那这方面应该说美国人真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冷战最后能有那个结果 其实他是基于上边说的这些原因 共产极权内部的问题 那么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 表达出来的那种力量 美国做一个年轻的 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又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的国家 他在战后所形成的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面 他充当了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走的说是算是干得不错 至少可以打80分吧 那由于这些个因素 最后导致的话 在这个东西方较量过程当中 最后这个东方一失败告终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要看到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传统战 那个年代 今天的新冷战年代 情况不一样 今天的性格 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聊过一些了 对吧 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 新的这个红色帝国 虽然他在崛起 他内心里面想的也是要 要和美国争雄 不但要自保 而且我要更加努力的 更加积极的这个姿态的话 我要走进世界中央 但是人家采取了很多 表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言的 这个用了各种各样的那种灰色的一种手段 不像是冷战时期那么明火之仗 而且人家现在是打出特别高大上的招牌 搞得我们很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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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学者是吧 包括很多美国大腕研究中国的 弄他们如朵无礼物 他们自己都搞了这么个状态 而且确实因为中国现在在经济上有了长途的发展 那么这种博弈 就是新兴的这样一个就挑战的这样一个新的红色帝国 和传统的这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国议 他究竟露死谁手 特别在最近的将来 这就还真是一个不好随便下定义的事情 就是说和当年冷战那个局面有了很大的差距 有很大的局面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有同感 就是我们海外那些的比较激进的 比较着急的 内心充满焦虑的我们的一些朋友 他们的心尽管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做出一种比较简单的判断 似乎并不过去 这个您刚才讲到的 讲到这个问题 我想补充补充一点我的感想 就是就是在这个当时你说的社会主义阵营 他们就受困于他的意识形态 在这点上的话 我觉得中国有有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很赞成 就是当时对这个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的话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 毛泽东也好 邓小平也好 他们是起了他们的独特的作用 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谴责苏联 谴责其他的 包括南斯拉夫这样的这个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谴责他们当时做的经济改革 弄得他们的话呢 就说他们是修正主义 说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 使他们的经济体制保持那么一种僵化状态 为了避免被中国这样当时站在更左的一边来批判他们的人被抓住口实 被说人一饼 所以他们就只好就是坚持他们的那种传统的那种经济体制 这样就最后导致不可收拾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当时 这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最后垮台的原因之一 就是彼此之间都要困手在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原教旨主义 这个问题吧 是有关系 因为当时中苏呢 这个中苏论证当中 中国是以更加原教旨的那种姿态出现了 这个说苏联 当时毛泽东的说法吧 就是你觉得苏联是不许革命了 你既不许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个三分之二没有被解放的 没有解放的那些个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 起来这个帝国主义的命 你也不准许已经获得解放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民 继续革命 就是这个在社会主义这个条件下继续革命 他等于是一直不断的在批评所谓 那中国当时毛泽东那套东西的话呢 用我的词叫做乌托邦社会改造东西 他不但是不主张用什么自己这套办法来发展生产 他甚至主张人人都应该斗死批凶 坚决的彻底的否定私有制 甚至连私有观念都不能允许存在 对吧 那时候当做这个样板来竖起来的像王国福啊 说养水财啊 那从我今天来看都匪所思的事 身居长公屋放眼全世界 对不对 小吃不早只管推 一心推掉共产主义 这些现在说起来的话 就特别特别做的那套玩意儿 对吧 但是他对苏联这个批判 的确的话呢 在苏联内部引起了也是一种紧张 有些个的话呢 就是苏联在论战的时候 苏联体制内部那些改革派的 因为他要回应中国的挑战嘛 他会强调那些这个二十大以后 所形成的那些新的改革的思路 但是有时候他也要维护 所谓这个社会主义的信誉 维护马帝主义的信誉 有时候又促使苏联保守的那些个 那些东西也会死灰复燃 所以中苏之间的这种论战 虽然是个意识形态的论战 但他的确从整体上降低了 这个所谓东方集团的这个力量 因为他自己发展分裂了 更何况后来 两党之间的这种矛盾 发展成了中苏两国之间的主持 当然他的这个顶点之一 就是1969年的珍毛岛 实践了 中苏两国之间的话 这个互相在边境上陈兵百万 互相视为敌人 那这种情况客观上 当然都降低了 社会主义阵营吧 作为一个整体 他在和西方在对抗当中的 这种力量 而且正是因为他 这个中苏之间发生的分裂 发生的对立 这就给了西方向美国和欧洲 一种可能 我就是往进一步的来分化你 对西方所谓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也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所以这个李老兄刚才这个补充很重要 他能够说明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 就是不管中苏之间分裂了 还是说他可能没分裂 但是由于他是一个1.0版的 比较粗糙的原始的 僵硬的 呆板的 这么一种极权主义的一种形态 他自身 他抱得出了太多的问题 那就此而言 他当然他要被 这个当时的民主潮流 最终所超越 最终所吞并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总的来说从历史潮流来讲 这是一个大的潮流 不管这个中苏之间到底 当时分裂了还是没分裂 大的前景 不管也是这个前景 但是的话呢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讨论今天的这种 新闻战争的 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反倒在提醒我 情况跨什么重大变化 而且还有一条的话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 刚才这个 我们分析当中还没有涉及的 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角色 美国作为一个战后的 这样一个这个世界的 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 主要倡导者 并且他是执法者 可以说是 世界警察嘛 美国在战后的这个 全球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当中 他是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没有美国 我们就很难想象 这个二十世纪的冷战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但是 美国这样一个角色的获得的话呢 或者说他这种力量的获得 其实 我觉得据我 我们这种话题讲的更 更展开一点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我在其他的几个不同场合 也多多少少谈过这个意思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话呢 说这个二十世纪下半叶 人类能够在这个民主的事业上 取得长足的进步 最终战胜了这个红色体制的挑战 当然这个首先要把这个功劳归功于美国的存在 美国的话呢 他自称他是世界的灯塔 或者说的话 他是他的建国理想 建国理想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东西 这都不假的 当然我们这么说不等于说 说美国这个国家没确定 不是这个意思啊 美国历史上的话 也有很多紧张 这个 也没有时间 我只是说的话呢 这个二十世纪 特别是一战结束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温逊 提出了一个十四点和平倡议 总的观点的话 就是认为人类应该告别 过去的那一个丛林主义时代 应该进入一个这个集体安全的体系 强调这个强权不能战胜 不应该战胜功力 强调的话呢 这个大国小国应该余力平等 强调发生冲突应该用和平的 而不是战争的手段来解决 另外强调人权民主自由 这些和基本价值观 这套东西的话呢 应该说是从一战结束 也就是如日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倡议 那个时候开始 真正落实他的话呢 是二战结束以后 就是美国倡议之下 这个建立了联合国 和新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 那这方面美国可以说拘空之类 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美国何以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是基于演套 第一条 当然是说的话 他是从他建国 美国那些建国之术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有这种理想 他们把这种理想称之为 所谓天定命运 我记得正是18世纪的一个美国总统就讲过 说我们只要看到世界上每一个某一个角落 那里高举起自由的旗帜 作为美国人 我们就会心潮崇拜 他也自认为的话 美国在世界上承担一个角色 就是要引领人类走向自由 这是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 这是美国人自己这么认为的 这是他的理想 他这个理想在二战以后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冷战年代 他为什么要抵制共产主义 为什么要遏制共产主义 那他就在他看来的话 共产主义是自由和民主问题 所以他我知道 尽管越南离美国远了去了 我干嘛要派这么好几招美国大兵 跑到越南大厂去 按说那阵发生的事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他一定要去 就是他基于一种理想和价值的信念 对吧 这是他的理想这一面 其次呢 光有理想不行 你要没有实力的话 你空有理想那没用 对不对 但是美国的特色这个这个 他的他的比较走运的地方 他比较得意得这个这个 得天下之力的地方 就在于经过一战二战 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发达的国 对吧 经济的话呢 几乎上了世界的一半 这是给他有了一个强大的一种力量 一种物质手段来维护他的理想 来实现他的理想 让他能够充当这个世界警察的局势 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但是这两个因素 在某一个历史时空之内 同时集中在一个国家的身上 这不是必然 这再有偶尔 美国就是充当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 这是我是要补充的一点啊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谈这点呢 是因为假如说我们说冷战 那个阶段 由于美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特点 二者基于一身 使他既能够推行他的理想 又能够保持他的这种力量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在新冷战 就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阶段 就美国自身而言 这两个讨论也都在发生变化 你看从理想方面 今天的美国总统川普 老兄我们上次做节目里就谈到了 川普今天 川普是一个商人 川普现在讲的是 Mentang first 美国本土第一 他讲的是美国要重新强大 但是美国重新强大干啥呢 美国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川普嘴里边所讲的 美国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不是当年威尔逊总统 还有前面的历史美国总统 讲的那个说美国作为人类自由的那种推动者 那种意义上的美国价值 这种价值在川普这好像很少看到 或者我们批评的严厉点 他基本上他没这个东西 这就很可怕 因为他不是 他就是美国总统 你看他上来以后的话 原来我们不对外出处 原来过的事都是傻事 这是我不再干了 甚至说的话这个盟友的话 我们这个共同的房子费 你们自己掏 美国不能出那么多钱 我不能我自己掏钱给你看家护卷去 他就不想想说 这样一种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它是基于一种非常重要的 这个价值的和战略利益的 他不讲对 他会用一个纯粹上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这很可怕 然后这个 他这个 把这个美国这个整个人文方面的预算 美国有个人文促进的这个基金会 他把这个基金会的钱 全部零 一分钱不给了 就这么个状态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川普这个脑子里边几乎没有价值观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他和这个美国 还有很多有理想的话 坚持美国理想人之间 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现在美国媒体也在批评他 美国国会里不少人也在批评他 美国的学界 政界里边不少人也在批评他 但是他毕竟是美国总统 所以美国人选出这么多人当总统 真的这是给世界大力灾难 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 今天美国的那种传统的价值观的 那种守护者的角色 受到了某种动摇 第二美国的实力 美国今天当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还是最牛的 这毫无疑问 中国是第二跟美国还差了一半 这也不假 但是从这个相对意义上来讲 今天美国的这个 所拥有的这个在世界上的经济比重 和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完全不可能 今天那和美国的GDP也就像全世界总量的20% 那个时候基本上一半 所以美国经济的这种相对衰落 使得美国即便他有那个心 继续这个维持世界上的这样一种 这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继续充当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 那他现在的话呢 这个力量上也已经受到限制 更何况碰见这么个不造调的组组 这时候就显得比较 Terrible 比较成问题了 你说这么个情况 你想呀 对于这个习近平的红色帝国来讲 对于我党的这样一个这个崛起来讲 你可以说他也是个天赐良机呀 是不是 美国现在退出了 巴黎协定系统协定我也退出了 这个什么什么TTP我也退出了 很多重要的国际产核我都退出了 甚至联合国的话我也不给钱了 我也想退出了 OK你退出好啊 正好有人要进去 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情况 这个习近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达尔斯论坛 人家在高举全球化的旗帜了 人家在高举贸易自由的旗帜了 是吧 高举反对保护主义的旗帜了 说起来这 这哪跟哪 好像全乱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今天的现实 但是你还得说 这现实你还真是严肃的去对待的 这还真不是个小孩 这是一种力量的这个彼此的此消彼展过程当中 是吧 它是一种世界态势的一个很深刻的变化 为什么我说 说红色帝国的崛起现在还没有到拐点 是吧 它还有一段的上升空间 不管它内部有多少问题 那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局势里边 有助于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决心 条件开始是很弱的 刚才美国这是其中的一步 欧洲当然现在实际上也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 欧洲让这个移民问题搞得叫头烂额 英国脱欧 实际上是使得整个欧洲整体的力量 进一步的削弱 那这一切也都意味着 这个就所谓这个民主体制一边 它现在的这种内部的问题 它需要去调整 而这种它的相对衰落 总的说都是给这个挑战者一方 给了它一些个新的机会 给了它一些个新的发展客 而这一些的话呢 好像我们这个海外的一些个比较激进的 这个着急的朋友 他们这方面都总是不及的 不知道你老兄怎么看啊 这是我是这么个感觉 我是有同感 刚才您说的 说的这一大片的话呢 实际上的话呢 把我向您提到第二个问题 已经绝大部分都回答了 是吧 就是第一次冷战中间 它的这个民主阵营的获胜 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是吧 有哪些条件 这些条件呢 在当今的新冷战当中的话呢 看来就有了情况 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中间呢 我还下面还接着问了您 就是中共它作为新冷战的一方 主要代表 甚至你甚至这个 虽然您上次也谈到了说 中国和俄国有结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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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 但是呢 这个中国 主要是中国 是北京 没错了 对 中国肯定是主要代表 那么中国在这个新冷战当中 他 你刚才也 其实也谈到了 能不能再展开一些啊 就是沿用了哪些招式 是吧 有哪些过去 在上一次冷战当中 没有遇到过的这样的一些招式 我觉得您也谈到过 比如说像游说西方的议员呢 企业家啊 通过他们来向政府 向权力者施加影响啊 这都是 都是这个新招式的中间的 几套吧 有哪些呢 您有没有总结过 那他很多啊 就是说这个新的招式 像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 您也都提到了 是吧 说这个 借助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 广泛的贸易联系 去影响美国政界 是吧 影响美国政坛 是吧 去收买这个资本家 那除此以外的话 中国今天的这个 这个对外 这个叫做什么 他们人家叫大外宣 对 这一套东西人家现在 推出软实力 对对对 推出软实力 这个做的还真是 风风火火 不仅是全世界 几百所的工资学院 对吧 而且人家现在 是大量的收购海外媒体 对 也不仅是华文媒体 甚至英文媒体 对 甚至收留一些 这个英文的主流媒体 这方面的话 人家现在是 可以说是工程八占 现在是做的 还真是风风火火 这些个当然 最终的目的 都是要影响 影响希望 现在不是你来渗透我 现在是我要渗透你 现在是这么个概念 这是当然人家 现在正在做的 除此以外的话 其实 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一带一路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经济层面的一个国家战略 的确他在一带一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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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国家 这个新的投资 找到出路 在这些方面的话 他也有一些 经济上的功能 这也不假 但是一带一路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工程 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 国家战略方面的 政治工程 就是说他体现了 习近平的红色帝国 举起了一个全球战略 一个全球考量 他是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他要 这个一带一路 主要是通过 这个像 像这个西 不管是通过陆路 还是通过海路 总体来说 他是向西扩展 所以呢 有的人把这个 归结为是一种 所谓西进战略 那么为什么要西进呢 那就是说 从党国自身的解读来讲 他认为 他来自 这个 主要的威胁方面 是来自东边 就是来自美国方面 美国的话呢 和日韩结盟 和澳大利亚结盟 对吧 另外他这个 在南海 在台海这些地区 似乎对对 都对中国构成 某种包围的态势 这个奥巴马政府 那个时期 所谓从南亚太 那个时候就被北京解读 说你是在重新在围堵 当然话说回来 他这个围堵的根据 就是还是说 他自身的 他觉得你是要 你把我执行不死 还是那个逻辑来的 在这个逻辑之间的话 他会很自然的 把美国在西太 这个地区的动作 看成这种 维图行为 那么 所谓西进 就是为了我在正面 这个对抗力的同时 扩大 扩展我的战略纵深 扩展我的战略空间 我需要在后边 建立个更广阔的一种 这个 战略的回险问题 所以才需要西进 这里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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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了 不仅是在 这个南亚 在西亚 甚至远到 东欧 远到中东欧 整个这个布局 是一个全面的地区 当然比较体现 这种战略意图的 那就是在 瓜达尔卡 在这个 巴基斯坦 搞的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中国在那 投资了460个亿美元 这没少花钱 那些 是吧 在这边搞一个 中巴经济走廊 从瓜达尔卡 一直往上 整个横川 巴基斯坦全境 然后从北边的话 进入这个 这个 克什米尔 这个 这个 巴共区 然后进入中国新疆 要修一条 这个巨大的 这个石油 这个油气的管道 同时配这个 各种基础设施 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呢 一方面 当然出于经济 中国的从中东进口的石油 大部分要通过马利亚海峡 从过海陆来运到中国大陆 那他就担心呢 说我这马利亚海峡 哪天说美国正要 跟着隔着我的话 他把这一封锁 那我这个石油通道 被被卡断的话 那我的国家不得安 是吧 岌岌可危 不行 中国现在85%的 这个进口石油 要走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给它降低 以后降到60% 甚至50% 甚至更低才好 那怎么办呢 OK 从瓜道岗这好 修一条管道 对吧 让这个石油 这个沙塔拉伯 什么什么 这个古今的一些石油 挡上了以后 只走很小很小的一段水 就从瓜道岗上岸 然后通过 这个管道石油运出 或者油 这个天使器运输 就直接送到中国大陆 这和安全不就解决了 另外 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他和印度是老对头 我通过和巴基斯坦搞好关系 对于这个牵制印度 也是有关系的 更何况今天美国似乎提出一个所谓印太战略 是吧 就是不仅把太平洋的这个美国和韩国和日本 澳大利亚结合起来 而且要把那个印度要结合起来 这个提法当然不是川普提出来的 这个日本那个安倍的话早就提出来过 现在中国的话呢 也在很严肃的看待这个事 为什么和印度那边的话呢 现在是叫打打合合 一方面也在争取他 另一方面也在跟他博弈 这都是出于现在党国 全这个整体上的一个 一个全球战略的影响 所以你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 说今天的新冷战条件之下 美国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 他所采取的形式 真是多方便 方方便便 还有一条 咱们刚才还没提到 比如说说中国现在的话呢 正在这个许多多的国家投资 甚至有人说的话呢 非洲正在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大陆 我前一次的话呢 看到这个有一本书 也是个美国记者写的 书名就是 非洲正在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大陆 他讲是说百万中国移民 正在非洲投资 咱还不是中国政府投资 那这些方面的话呢 其实都有 这个一个意思 就是中国要创造出一些新的 这个臣服模式 那我在我的文章里面 曾经用过这个词 一些个新的臣服模式 就是对那些个中小国家 我通过这个利益输送 或者通过某种结盟方式 我让你的话呢 能够在中国的整体的 这个红色帝国的战略地 这个大的框架之内 能够合作 这个方面的话呢 这个党国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 他的这种臣服方式的话 当然不再是传统的 说我们过去这个 华夏这个朝共体系 中华帝国对那些个参属国之间的那种方式 他不是的 也不同于条约时代 比如说是殖民地 那些个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那种 整个方式 也不是那样的 因为现在至少 主权国家还都是平等 形式上要尊重这一点 但是在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会采取很多很多的办法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那是柬埔寨 柬埔寨现在跟中国一样好的 为什么和柬埔寨真的不好呢 不光是有传统的 这个传统利益 传统友谊 中国和西卡统克那个年代就很好 是吧 而是说 今天的柬埔寨 在中国处理南海问题当中 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因为柬埔寨是东盟全中国之一 东盟成员国里面有几个国家 在南海问题上 老分中国过不去 你看到越南 菲律宾 这些国家是很典型的 他也占了不少的南沙岛礁 他也声称的地方是他的 那中国 怎么能够在东盟这个范围之内 在南海的角逐当中 能够占据一个有利地位 他的办法就是 让柬埔寨想办法给他 所以这些年给了柬埔寨 不知道多少援助 给了他很多很多钱 洪森首相当然也乐了 对吧 有这么个大金主 那我无非就是说 在东盟开会的时候 我要中立一点 适当的我要买点买 要看一看北京的颜色 这方面洪森非常聪明 做得也很好 让北京特别的满意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成功模式呢 是的 OK那这些方面你都可以理解 就是今天这个新冷战条件 就像党国在和美国进行全球国益的时候 他采取了方法 方法明明的白话 那个 还有些个东西啊 比如说前不久不是开这个世界政党大会吗 对 对吧 那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全世界各种各的党在开会 交流党籍的经验 其实说起来这件事 这件事挺搞笑的 中国这个党这个性质的党的话 在全世界现在没几件 他跟人家交流什么经验 他还要开这个会 不但开这种会 这会还是明面的 现在人家是在为全世界 特别是那些个小国中小国家 人家给他们培训公务员 到这个到中国来学习 意思就是输出 尽管习近平口头上讲 说我们绝对不输出 中国的这套做法 但实际上的话 从这些迹象来看 人家故事没有说是没少输出 正在做这些事 而且中国的确 他在一些个 所谓按照这个 专事主义的办法 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 他还真的创造了不少 新鲜经验 比方说 怎么管理这个互联网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情况下 他居然能管过到这么狠 不但有消极的 这种围堵堵截 而且有积极的引导 有五毛有七毛 就这套办法 现在据说很多国家都在消防 再比方说他打压异议分子 人家现在不是说 那我是用法制的办法 我就是治理罪 我要用一个说法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的话 他也可以采用 法制的办法 我完全不说 偷偷的我就把你抓起来 什么办法 合适我就用什么办法 简而言之的话 这些个做法 现在都被当做是一种 一个这样一个体制的 这种国家这样一个政权 它在实现国家治理的时候 它有很多是可以被那些个 中小威权主义国家 半民主国家 甚至是某些个 初期民主国家 可以消防 那你可以说 这都是今天 大国中的引导性办法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从评价角度来 当然你站在自由主义角度来评价 这些东西都是 很危险的 是有背于 自由民主价值原则 去做法 但是你从实际的 有效没有效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很多国家的统治者 可能就真觉得 这些东西有效 他觉得这种可以效法 那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 但是无形当局就增加了这个红色地固 这是回答您刚才的问题 说现在这个北京有哪些新的办法 有哪些新的招数 它可以去推广 咱们刚才所说嘛 还只是 只是这个 只是这个这个这个 列举的一部分 那 这个这个 可以说信口念来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的话呢 如果你要是 系统的去总结 那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去总结的 那 这也是我们所现在面临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 是吧 如果从一个学者角度来讲 也是一个 呃 原来没有见到 没有遇到过的 非常复杂 但是又 充满了挑战性的 这么一种局面 那是等待的 我们去分析 对 我觉得呢 就是习近平的 刚才 您说过 这个我这么听得有回声啊 你那听得没有回声吗 我在听得没问题 对 没有 就是说 上次您说过 习近平 就是现在的新人战的一方 虽然显得有点咄咄逼人 但是他是为了自保 是吧 是一种 以功为首吧 这么说 以尽为退 但是呢 如果在通常情况之下 如果就是 美国的领导人 西方民主阵营的领导人 如果跟以前 的这个西方 美国的领导人一样 那就应该说是问题不大 但恰恰是现在 遇到美国也是一个 自保型的 收缩型的 遇到这么一个情况 他把他很多 这个淡负的世界责任呢 他就 川普这个人 他基本上就 就是好像就要放弃 因为不放弃 美国自己的担子 他觉得太重了 压不起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所以中国的这些 虽然是自保 虽然是自保 但是呢 他实际上这些 进攻性的 进攻性的这些举措呢 实际上是起了作用了 这是我想说的 这是我想说的这个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这些举措 很大一部分 它是处在一个灰色地带 你很难界定 它的这个性质 他一个人说 我就是为了加强 我们的治理的这个效率 是吧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 甚至对全国 对世界上各个国家 对整个的区域也好 单个的国家也好 和这个甚至是全世界也好 它都是起的作用的话 他说他认为 它是起的促进作用 而这些东西的话呢 要想再让一般的老百姓 让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去分清楚 从意识形态上分清楚 也不那么容易 是 因为现在这个民主 民主的这个很多弊病 大家现在确实也看到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习近平的这些举措呢 可能相当的管用 在我看来 是 这当然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您这个 给我这个提纲里边也提到 那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 我们到底怎么 对啊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从思想上到行动上 是吧 能有什么样的调整 对 我觉得呢 其实在对这个形势的整体判断上 看来咱俩还是蛮接近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 还是要补充一句 就是说呢 不要给我们的观众留下一个误会 觉得似乎 我们是不是觉得这种情况 好像 这个红色帝国还是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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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得日上了 似乎这个 这个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我觉得到还 也不能完全这么看 这个红色帝国有他自身的软肋 有他自身的这个内部 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一些问题和局限 这些问题最后嘛 早晚会要的 就是我这么看 这个内政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谈的很多 中国毕竟是要这样一个 可以说这个新极权主义是这样一个性极权的政权 这种程度以后会产生一种反弹 中国自身的话呢 会找到一种 这个 这个 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条件 一些新的拐点的出现 这一点的话呢 我还是有信心的 那么 还有些问题属于是外交层面的事情 其实 比方说今天 北朝鲜这个事情 说朝核这件事 朝核这件事呢 按说啊 如果我们要站在习近平的立场上 站在党国的立场上 今天朝核局面的形成 对党国来讲 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利的一个时期 你看看 这个金森的话 现在是很清楚 他自己在 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在折腾 他是根本你不听见 你别看他是小兄弟 中国老大哥 他根本不听见 现在人家的这个报纸上说法是 中国是忠凶社会立国主义 对不对 他早就把你当敌人看了 美国这边的话呢 是忌惮于朝鲜真的发展出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对美国本土为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受不了的 所以他现在的话呢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在强调 朝鲜必须有无核化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没结果 为什么没结果 很大程度上 还真的是因为朝鲜背后 是有中国和俄国的支持 特别是中国的支持 中国虽然不见得是直接给他 帮着他造月子的 但是 甭别那么经济上给他支持就够了 是吧 给他粮食支持 给他油料支持 让这个政权能够存在 这就够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朝鲜构成的这种威胁 已经不仅仅是对美国 也不仅仅是对韩国和日本 其实他对中国的威胁也很大 甭说别的威胁 他那些核设施 那是靠近 中朝边境啊 离中国东北的话就是几十公里 上百公里那么多地 如果他真的发生问题 首当其中 受害的首先是中国的问题 这一点话 其实北京也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已经说了 老川普说了 说你 我希望你吸你兵帮忙 对不对 只要能让他把这核武器的问题解决了 OK了 前两天不是迪德森还讲了吗 说我们跟中国沟通了 就变美国真的不得已出兵 我们也绝对是 只是以摧毁他的核设施为目标 完了以后我们撤回三八仙一台 剩下的是你中国人你自己来处理 要说起来 站在党国立场上 这真是天赐天的迹象 对不对 把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小兄弟 给他干掉了 我然后复制一个新的一个听话的政权 对不对 我在那个地方还可以 鼓励你搞改革开放 我还可以把我的产能 过剩的产能弄到你那去 我还帮着世界 等于是维护着这个东北亚的稳定 你看看里里外外哪都是好事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习近平就不复 要让我说想到什么 他本来应该主动的 不是美国人出面 中国就应该出面 但是看来习近平做不到 过去之所以一直在坚持 支持北朝鲜 是因为政权性质是一样 对不对 北朝鲜不管怎么样 也共产党政权 听说现在中国内部正在逐渐的修改 这个内部传达的修改这个定义 说北朝鲜今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 那他已经大概变成了一个封建实习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政权 所以这个他跟我们不是一类 据说现在中国内部已经开始的 悄悄地在修改这方面的口径 在对内的这个宣传当中 但是过去一直是把他当做自己的种类的 现在的表面上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这是造成朝鲜问题 朝核问题迟迟无解 十年下来掩灭到今天 根本就是 那你现在的话 这事情就到了现在了 中国这个你看在国际场合说话是什么呢 说我们既反对在中国身边生战生乱 换句话说美国你不能在这打仗 但是我们也这个反对朝鲜拥合 这话说最小矛盾了 你反对拥合你有什么办法 你真能制住他也可以 美国可以不打 你又制不住他 你弄一双整停 那边你不要停止暂停军演 这边你暂停合适 金山主听你呢 根本不听你内恶 你不听你内恶 你说这话不是雷白说吗 只是这些地方的话呢 然后人家美国又说了 说这事不行 你中国你还要还要还要发挥作用 中国外交部干脆说了 说这事不是我的事 这是美国和美国你和你和北朝鲜的事 跟我没关系 这些话说起的话 就显得特别缺乏一个大国英雄的文章 咱们还不说 说本来这件事 说揪其言 你中国政治有很大关系 对不对 朝鲜当时之所以发现核武器 也是因为中国和南韩国建交了 朝鲜觉得自己没有保护伞了 这他才要自己那个 所以不管是站在党国立场上 还是站在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 这个有担当的立场上 中国现在对北朝鲜 本来都应该拿出共激进的态度 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显然 北京做的事远远不够 基本上是个背头政策 所以说老实话 华林兄我就是跟你这么讲 我倒感觉从过这件事上 咱们来判断习 过去都觉得习近平上来五年 还是有点霸气 特别在南海 住的还真是有点霸气 但是在北朝鲜这边 说老实话 显得菜鸟一个 很窝囊 很窝囊 这个各种战略机遇是禁失 里里外外都做物票 所以这个背景之下的话 咱们就可以想想 就是说这个红色帝国 这样在崛起过程当中 由于他自身内部的种种局限 由于他这个领导人 在他的能力 在他的素质 在他的担当 甚至咱们说的难听的 在他的那种野心这个方法 上来看来 他也仍然有很多局限性 我有时候就想说 面对像北朝鲜今天这样的局面 假如换上邓小平 换上毛泽东 换上比斯曼 换上斯大林 会怎么样 我想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说的话呢 习近平毕竟 他原来没有这种情绪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 常人而已 你别看今天党媒 把他吹的时候 天花万坠 这个又伟大的战略家 又这个又那个 但是现在看起来 真正到较真真的时候 看来有点进不住考验 在北朝鲜的问题上 让我给他打分的话 他不合格 不管他作为一个 站在党国的意义上考虑 他也不合格 站在一个负责上 大国的角度 他也不合格 这是我们说这件事 OK 那就是说呢 把这当作一个例子 来看今天的红色帝国的缺起 和他自身所遇到的种种的曲线 他今后的话呢 这个拐点他总是会出现 更何况 如果我们从人类文明的大的发展趋势 从历史哲学 所揭示给我们的 这种人类文明进步的 这种总的规律来看 那我还是相信 这个红色帝国最终的命运 应该和上一个冷战 那个阶段 速冬垮台的命运 他也避免不了 只不过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还会经历很多的曲折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由于今天的美国 处在一种自身调整过程当中 美国和欧洲 作为一种成熟民主体制内部 这些年来也的确抱着 出来的很多问题 他也需要调整 民主自身的素质也需要提高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 但是我相信的话呢 这个人类既然已经发展到 今天 总是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当中 过去的教训当中 继续很多营养 继续很多养料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 我们对人类的未来 还是应该有信心的 最后有给大家灌点甜汤 您说的最后这个 我倒是也还是 有一定的同感吧 虽然很难说是完全赞成 但是有应同感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这个 咄咄逼人的 或者是想方设法的 多种各样的方式的渗透 已经遭到越来越大的警惕和反弹 包括西方很多国家 对于这个中国企业收购 叫停 包括像最近澳大利亚 发生的那些事情 对中国的这个受中国影响 这个内部开始进行一些 这个这个清查 诸如此类的 包括对在全球范围内 对这个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 对中国 居然能够使很多外国的 著名的期刊 能够让他们实行自我审查 对于这些问题的话呢 都引起了西方的 这个一些有眼光 有良知 这样一些原始的高度的警觉 而且确实已经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 那么像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我相信将来的话呢 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 甚至有可能越来越激烈 是 我们可以 你说 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的话呢 今后的变化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当然是中国国内的变化 国内的变化呢 因为习近平现在的这个 个人心机权 这个搞得越来越厉害 他的这个这个个人效忠 个人崇拜这条东西 已经是有点天中文怨的意思 虽然看起来的话 似乎他权力是稳固的 但是照这个办法干下去 早晚内部就要出问题 对 就是说呢 这个中共体制内的 这个潜在的那些改革的力量 潜在的开明力量 要求推进进步的力量 我相信这些力量都是存在的 只不过的话呢 现在还没有得到机会 能够去表现 今后是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中国的民间的民主化的潜能 也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 是吧 从这些方面来看 那中国未来的民主化的进程 是吧 还是有足够的这个这个内部的力量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 由于中国的问题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问题 中国的问题已经是世界问题 是吧 那么世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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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他要调整自己 是吧 他要把自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 要重新让这个民主的力量 民主的价值能够重新产发作用 这对于像这个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讲的话呢 他原来是具有某种感到力量 你看我现在在各大讲课吧 我就深有体会 这些年的话呢 由于红色帝国的崛起 中国模式似乎显得很成功 是吧 至少有效 而西方的话呢 出现了很多内部的问题 所以我的学生的话呢 现在就有时候就感到 感到困惑 甚至感到彷徨 觉得是不是说这个民主不行了 是吧 这个这个中国这套东西 还没准真的提供了某种方案 我们有一些个 我接触过的一些学生 是很很愿意读书的 也很思考 很愿意思考 但是他就 他就有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说老实话 我在前几年的各大都说的话 还很少知道 但是最近两年越来越多了 这就说明的话呢 这的确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挑战 但是呢 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是吧 他这个他内部的话 有些问题 有些个这个这个变化 是早早晚晚还是要化身 另外从国际上的话呢 只要民主国家 把自己的问题也处理好了 并且能够支持 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军权运动 是吧 那么形成一种 这个全球的共同的一种努力 是吧 来共同来推进中国的 民主党的进展 那我相信的话 这个事情 仍然是大有可遇的 仍然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这个还是那句话 中国的问题 今天不仅仅是中国 它是一个全世界中的进展 好 您讲完了 我这个听您的了 没有了 我们的时间也到了 关于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您提出这个 在两期节目 您提出这么一个心冷战 这么一个概念 我相信呢 会引起很多人的思考 引起很多人进一步去探究 我相信您自个儿 也会不断的在探究 您说了吗 是吧 这个只是您 没有 还没有写成文字 还没有写成文字 只是在头脑中间思考 然后跟我们的观众交流呢 也许我们的观众 也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 然后来回馈给您的话呢 可能能够使你 下一步的这个研究呢 有更具体的进展 希望大家来共同交流 对 我再补充一句啊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概念 概念上的问题 就是说呢 今天的这样一个是新冷战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界定的话 它是一个实际上是建立在 这个政权性质不同的基础上 所发生的对抗 但是呢 它的表达形式 却往往是通过 这个民族国家的 这个或者是引领世界 改变世界规则 在这些个层面所发生的冲突 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 包含了很多方面的 这样一种冲突的进程 这就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的话呢 也显得更为复杂 也显得更为艰巨 在价值层面 就是刚才咱们所谈的 这个民主最终的话呢 作为人类的大方向 这是不应该有疑问的 那么不管今天的专制 或者叫做集权 它采用什么样的新的形式 但是由于它自身的那种违背文明 那种逆文明的那种性质 它最终是要被立所所淘汰的 这毫无问题 至于说呢 它所表达出来的 这种表现形式上的 那些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那是需要经过 这个我们的政治梳理 也是希望 需要全球的这个理论家们 战略家们 政治家们 这个另外企业家们 他经过人民的书顶 在看这里的哪些东西 是应该通过一种合作 来促进 这个全球人民的发展 有些的话 是应该加以明确的抵制 这些东西显然 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好 非常感谢 感谢博树教授 这个新冷战问题的话呢 也许今后您有新的心得 我们还愿意再请您来 给我们大家再来分享 谢谢 比如说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想今后您可能还会写到的 就是新冷战 这个作为一个了解 今天时代的一个思维的 对这个时代本质的 把握的一种框架 那么怎么样容纳 把这个伊斯兰的挑战 容纳进来 是吧 这个可能将来 您在研究新冷战的时候 可能还会遇到的 因为中国呢 它本身也受到伊斯兰 这个很多 这个 因为中国也有伊斯兰教 尤其在新疆 在西部地区 它这个问题 也还是很突出的 矛盾很尖锐的 是 是 有两个问题 是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 如果有时间 可以继续来聊的 一个就是您刚才谈到的 像伊斯兰问题 伊斯兰问题和这个 中国的新疆问题有关系 对 那么中国的新疆问题 和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 有关系 对 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说是带有这个节点性质的问题 这个是在讨论新冷战的话题的时候 这是不应该被放掉 但是今天我没有机会来谈 没有时间 对 今天没有时间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也是我们的老百姓 其实很关心的 也是往往感到困惑 可能搞不明白的 就是类似像南海这样的涉及国家主权 但是又涉及这个红色帝国全球战略 像这样的问题 南海问题到底怎么发生的 到底怎么理解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 这个问题到底说站在 这个今天人类文明的角度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怎么看向南海 或者台海 或者台湾这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话 也是这个新冷战这个话题里边 应该去谈的问题 我们今天都来不及再去展开 看看以后有机会可以 好 谢谢 谢谢博树教授 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 也谢谢我们的电视导播技术人员 好 那我们就节目就到这儿结束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发林 谢谢导播 谢谢观众 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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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